我们刚刚谈到的是排程 循环分时排程 那会有一个时间片段 如果你在时间片段之内做完 那就OK不用等 如果时间片段之内没做完 那就先让给别人 等到下一轮才又再等到 那这种就可以防止形成霸占CPO过久 就算有一个层次他当机了 他无穷而全 他也只能每一轮站一次 不能一直站 接下来要看的是 当你做好排程 我确定说我要排给这一个行程之后 那我应该做什么动作呢 这时候做一个叫内微切换的动作 叫context switch context switch context就是内景或内微 然后switch切换 那context switch的动作 去把CDV交给他 那这一个 这一个动作呢 耗费的时间相当多 所以 如果你context switch 做得快的话 那你的作业系统的效果就会比较高 context switch如果做得很慢 那你作业系统就会非常慢 那context switch要做什么呢 就是他把一个行程 从CPU里面拉出来 换另外一个行程 放进CPU里面做 那这会牵制到几个动作 第一个CPU里面有暂存器 所以所有暂存器都要清空 换另一批 另一个行程的暂存器进来 那如果你有16个暂存器 就要放16-45分 那不只这样 因为你记忆体里面也有东西 还有CPU 现在CPU的快速 它有一个MPU 记忆体管理单元 里面也会有东西 有些电脑还会有多媒体单元 里面也会有东西 OK 另外呢像规碟之类的东西 也需要处理 OK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内文切换 要做的事情不少 那通常这一段会用组合圆写 因为你这段没有用组合圆写 用C圆写的话呢 就会很慢 你要利用组合圆的想办法 把它加速到最快 你的作业系统效能才会好 好 那所以内文切换的动作 跟CPU的设计 会很密切相关 所以这一部分呢 通常如果要换一颗CPU 如果你把Linux 一直到另外一个平台 有另外一颗CPU的时候 这个内文切换 通常是要全部重写 OK 其他部分有些都可以用C圆形 这部分很难 因为速度有关系 好 再来 行程之间要共享资料的方法 那第一种呢 是透过网路 如果用网路程式是可以通讯 另外一种是不要透过网路 但是透过作业系统的通讯 作业系统通讯也是可以 但是这两个都不够快 最快的是我们用执行讯 用实类的方式去取代行程 然后做执行 我有讲过实类的吗 刺双的时候 没有 没有 那OK 我们有另外一个 叫网路程式设计 之后 上网路程式设计 不算 就是有听过死结吗 有 死结 我有讲过吗 我不确 我不确 你有 你有知道这东西 好 OK 就是通常我们在探讨死结的时候 就会讲slide slide本身有可能会造成死结 因为slide要做锁定 做锁定就可能造成死结 那这个部分 待会如果我们全部讲完 还有时间的话 我示范 示范slide的案子总体会看 那slide就是执行序 那中国大陆叫做现成 那现成就是轻量级的行程 也会这样讲 那slide之间会共用记忆体的空间 然后去共享一些变数 那切换时候呢 就只需要保存在人气了 那记忆体本身都可以共用 所以就不用再切换 记忆体相关的资源 所以它切换的动作会快一点 那所以行程跟slide直接有个差别 就是说 slide是一个行程可以有很多个slide 这些slide共用一些变数 那所以slide的切换当然比行程更快 因为它共用了很多变数 那些变数都没有切换 那行程就不一样 行程都没有共变数 所以它不只在人气要切换 也连那个 记忆体相关的那些内容也要切换 像记忆体的测评 那这里就会有所谓的竞争情况 因为如果两个slide它又可以共用变数 那如果两个都要去修改变数的时候 两个都要同时修改同一个变数 那会怎么样 会不一致 会产生一些修改上的问题 而且尤其是一个修改到另外一半的时候 另外一个又插进来 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这种问题呢 称为竞争情况 那这些修改变数的程式区段 就称为连接区间 那要解决竞争情况的方法就是 我在连接区间呢 用锁定机制的方法锁定 但是锁定呢 不是没有代价的 它可能会造成磁剂 那这边 就会引发出一些 高等的程式设计技巧 像同步 那我利用锁定的方式 避免两个行程 同时进入连接区间 然后导致磁剂 或两个thread的同时进入连接区间到40节 那所以它就同步要做锁定 那锁定的方法就有像禁止中断 或用自愿同步的连接区 或利用号字来做锁定 那什么叫禁止中断呢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CQ0的状态在人际里面 有一个叫做I奇标 另外一个叫T奇标 这I奇标和P奇标就是 就是那个中断奇标 OK 那I是硬理中断 P是软理中断 Trade 通常软理中断我们叫Trade 如果这两个呢 我把它设定成不能中断 OK 设定成不能中断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进去修改功用变数 因为设定成不能中断 以我们的例子设成0 代表不能中断 那不能中断的话 就进去修改功用变数 修改完之后呢 出来再解锁 让它可以中断 那当你可以中断的时候 下一个Trade才能进来 那就不会造成 造成那个 两个Trade同时进到同一个 修改同一个功用变数的状况 那所以这里呢 就会牵涉到十节问题 那 锁定机制 它可以防止竞争情况 但是 它还是没有办法 防止说 有一个Trade 它把持住某些资源 然后锁定了之后 它不放 它没有办法 那锁定了之后不放 或者锁定了之后 它又想取另外一个 结果取另外一个的时候呢 对方也把那个锁定了 而且它想取你这里 那就会造成十节了 那所以这里 十节比较难理解 所以我们待会儿 用个图来看 所以在作业系统设计里面 十节不好处理 很忙来处理 那最后很多 作业系统根本就不处理 它留给层次设计师 自己想办法解决 但是它提供你锁定机制 提供你锁定机制 提供你锁定机制 然后让名字 你去解决 那所以层次设计师呢 必须要能够理解 死节是会发生的 而且 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有死节 什么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做锁定 而且必须要避免死节 好 那这里呢 我就先暂停一下 因为我想说 既然讲完死节的话呢 就 就不要 就不要浪费 干脆直接先来看死节 那各位都学过Cshop 所以我就用Cshop来示范 好 这边呢 Cshop在这边 我们的网络程式里面呢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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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竞争情况 那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就是先 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多线程好了 叫做多 Smarty Thread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整式 不过 我不确定 我们这边有没有 换Cshop的 環境 Cshop的 Cshop的命令列人 确定一下 那 这里 哦 好 命令自己的 OK 好 那 有的话呢 我们就 到这里 好 我建立 XDS XLT 然后 这个是指定名 我们叫 Thread pag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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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就不进 维修 Stupid 直接便宜 比较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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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便宜完了 那这个层次 我稍微先解释一下 他在做什么事 他建立一个 Thread 再建立第二个 Thread 然后呼叫 第一个Thread 启动 呼叫第二个Thread 启动 呼叫第一个Thread Join Join 就是说我要等它执行完 然后才 才能够过这一点 进行 那这个也是我要等它执行完 才能够继续进行 OK 那这样的结果呢 应该就是两个Thread 被同时被启动 同时哦 这个同时的概念其实 如果单CPU的话 其实是交错的 好 那 这两个做的事情都一样 因为它都是 都是 都是 都是这里的 啊 啊 Thread 啊 Nu Thread Start 这个 Nu Thread Start 然后呢 去 去做 然后所以 你看到这个 Thread 1 Slide 1 Slide 1 看这个Slide 2 它都是 嗯 Count 对 它其实执行的能够是Count 对 就是这个Count 按这个Right 它执行 这个Count的能够 那其实这里 应该是可以 扫一层 我等一下试试看 如果少一层的话 应该会更清楚一点 这样 这样 比较不会看到 Count 因为过去 旧版的时候 它 没办法再新版 那就是 我建议第一个Thread 这个Thread 这个Thread 是执行Count的这个函数 我建议第二个Thread 这个Thread 这个Thread 是执行Count的这个函数 这个Thread 是执行Count的这个函数 也是执行Count的这个函数 Count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是 从0除到5 然后我们每次把这个I运出来 然后休息 0.01 OK 10就是0.00 1000就是1.00 那我们执行 便利 然后执行一下 那你会看到它执行方式是 001123344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它第一个Thread 运出0 时候它休息了 换第二个Thread 去运 第二个Thread 运出0 它又休息了 又回到第一个Thread 才运 OK 所以就变成001123344 这样可以理解 好 好 那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 好 这样 就是 因为这个001123344 我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印 照理讲应该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 第二个 那我干脆把Thread的名称给印出来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 再写一下 Simple Thread 好 那这个Simple Thread 呢 我们一样 就去编译它 Simple Thread 好 那你会发现它执行得很快 但是我搞不清楚到底 你看 因为我们执行1万次 所以呢 你会看到 OK 它一直在执行A耶 好 那它是做了什么事呢 因为我这边没有等待 我这边没有等待 所以它一直 执行A 再一次 好 它好像把A都执行 B都执行完再去执行A 看到 所以不代表说 你先启动的一定会先执行 不一定 那 如果我不要执行1万次 我执行10次就好 各位 你们会看得比较清楚 好 这时候呢 AA 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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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A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 就是它 它的那个 什么时候 它决定要换另外一个 之类的执行 是由系统决定的 所以 这是随机的 这不 不算随机 就是作为系统会决定的 那 所以作为系统在执行了2次A之后 它决定换B执行 那B呢 它整个把它执行到完 才又换回A执行 所以就变成这种三段式的情况 但是这不一定都会这样 不一定都会这样 不一定都会这样 这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它都几乎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加一下 当然这里我们不是有个 slade.sleep吧 ok sleep 我如果今天呢 再把这个sleep 加回去 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就变成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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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有时候它还是不切 有时候不切 它会根据你slip多久 它可能会决定 如果你slip很久 它可能就会完全切 我每个都停顿一秒 这时候就 它不切就坏了 所以可以怪怪 因为它slip很久 照理讲 应该要切 那如果只slip超级短的一下下 那它不切应该就而已 看得出来吗 所以这里是 目前只看到 slade 现成这个概念 还没进到 临界区间 按功用变数 那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 功用变数的概念 功用变数的概念 不要 在这个 这个 再再 再再 看下来 看一下 从这里 ok 好 这里 我们要再来看一个 这个图 好 这里我们要再来看一个 先不要看时间 先不要看时间 太快了 好 slip 好 slip ok ok 好 slip pcd 好吧 那就看时间 好 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slip test 就是 这个slip test 它刚刚有A B嘛 但是我们现在呢 做锁定 锁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会修改功用变数 我觉得这里 这里还少了一点东西 我得 又得把 上次 城市的杂志的东西 再拿出来讲解一下 比较清楚一点 我要记第几期 看一下 这里 2 那就是 下面起 3月 3月 1 从c-shop 看作业系统 slip Alog 10座 那刚刚我们看到 已经看到一个threader 稍微看一下前面的解说 一个作业系统 上面会有很多行程在这些 每一个行程 threader 行程里面会 可能会有很多个threader 所以threader是行程的次单位 那奉用某些质量 那像 这个是linux的行程 这是windows的行程 行程的分裂 那一个行程里面 一个process里面 可能会有很多threader在执行 当这个threader执行的时候 立刻这个threader 可能就再探视这个情况之下 就不会执行 那它会互相反转向去 对 那这边呢 那我们刚刚就执行的那一个threader 然后去做threader的动作 印啊 它会交错 有时候不交错 有时候要交错 看你threader多久 那ok 所以它的直径 像 我上次直径的例子 像这样 它有一段交错的结局 那如果今天 兩個threader 有slip的情况之下 它就可能会强制交错 但是slip要够久 它会强制交错 那接下来就是threader 那接下来就是threader 就是 如果呢 我今天 为了避免 两个threader 修改到同一个变数 我必须要 采用这样的机制 来防止 防止两个threader 修改变数 我要lock 要锁定 那这个锁定 我们直接看 它的做法 就是说 如果今天 有两台火车 一台火车从这边走 那这是轨道 轨道往这个方向 另外一台火车 是跟它相反方向 往这边走 结果呢 他们在那个 各位应该有看过 那个火车交换轨的 那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弯 如果这台火车 已经进到这个弯 这台火车也进到这个弯 那各位 可能现在捷运看多了 可能就不觉得 这是个问题 因为捷运可以 斗退路 从前的火车 是不能斗退路的 所以在不能斗退路的 情况之下呢 这样子我也过不去 你也过不来 就卡住了 你的时间 永远都卡在这里 只要你斗退路 那这种概念就很像这种 我锁定变数之后 我锁定变数之后 我要你锁定的 你锁定变数之后 你会要我锁定的 当我霸占的这个A不放 你霸占的B不放 我又要你的B 你又要我的A 我们就死定了 我们两个永远都等在那里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就好像那个 什么黑羊白羊要过桥的 那个情况 然后两个人 羊呢 就卡在桥上面 永远都过不了 那怎么样 写一个死结的程式呢 这边就一个例子 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我把它 就叫做 TELA 就叫TELA 好 当我要写死结 这样的存知的时候呢 看这个AB 就是先锁定A 再锁定B 而且中间我故意 为了要让它一定会死结 所以我故意休息一下 好 这个B呢 就是先锁定 BA 就是先锁定B 再锁定A 中间我还故意让它休息一下 好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好 你会看到 他先AB 先锁定了A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休息一下 换了BA BA呢 却锁定了B 然后他又休息一下 接下来呢 他休息好了 他想要锁定B 问题是 B已经被锁定了 所以他锁不住 他只能在这边等 他要等这个锁定的B出来 他才能去锁它 问题是这个锁定的B呢 他不出来 因为他想要A A又已经被AB锁住 所以他没有办法压到这个A 所以他就挂在这里 一个挂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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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挂 我等你等我 中间都出不来 所以在这边没有时间 好 这时候只能够强制中断 你那个 强制中断出来 这个程式怎么执行 怎么抗击 OK 只能够 副交错位系统 硬把他三变 那这就是死结 但是 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用Lock 为什么要做锁定 如果不锁 不就不会死了吗 问题是 不锁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什么叫做不锁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来看一下 好 我们回到三变 四变哈 好 竞争情况 好 竞争情况 好 不锁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问题呢 就是会造成竞争情况 什么叫竞争情况呢 如果一个slade 两个slade 这个slade 一开始把coun的设成0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他们都去把coun的加1 把coun的加1 但是 分据我们学的系统程式的组合园 你知道要把一个东西加1 事实上会分成三个动作 第一 先把那个变数头记忆体载入到暂存记 再把暂存D加1 再把加完1的结果存回记忆 是不是三个动作 好 那另外这个slade图呢 它要把它减低 一个要加1 一个要减低 那它也是分成三个动作 但是这个三个动作怎么交错 会影响到它结果的值 并不是执行完都会是一样 举个例子 假如呢 我第一个slade先执行r1等coun 第二个slade就执行r1等coun 第一个slade再执行r1等coun 结果 coun会变成0 好 所以这个情况 會变成0 如果是另外这个情况呢 其实它都做完这六个动作 只是不同的方式交错 那先做 这两件 t1 slade1 再让给slade2做 然后再给slade1做最后一步 这个coun会变成是不1 有时候0 有时候负1 你希望你的程式会有这种结果 那万一这个 这个程式算的是你银行里面的钱 差1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差1的0 或是差个几百万安 不得了 我记得前几天我才看到一个不得了的状况 就是那个 有人银行账户 突然之间多出了1到8千多1 那 然后 我觉得 但是另外的人就说 先不要开心 然后呢 为什么 因为他的银行账户会被冻击 他根本就领不到那个银行账户的钱 以上 他就完全多一 真是神奇 他会把那个 那个银行的单子贴出来 ok 那 就是这样的结果 会导致不确定 这个不确定是无法容忍 所以我们才要做锁定的动作 那这个 刚刚我们所写的那种R1等Counter R1等R1加1 其实都是组合园的 都是像这个CPU-0组合园 所以 当这种情况会发生 我们不能容许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做锁定 那我们一旦做锁定呢 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这里有一个层次 我故意 故意不要锁定 故意让两个子类的同时执行 故意要让它产生静的情况 故意要让它产生不一致 那我们来看看 它是执行结果 这个程式我们先看一下 我第一次执行Waste Condition 你会发现 ok 他做了这些 这些动作 那结果呢 是0 结果我第二次执行Waste Condition 做了这些动作 一个是Inc 一个是Dec Inc就是刚刚的T1 Inc就是刚刚的T2 那结果呢 它是故意 有时候零 有时候故意 这是不允许 我们再来试一次 但不见得每次都会不一样 有时候还是会一样 我只行几次 看看 这个叫做Maste Condition 要是订阅 订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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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吧 好 走 我不应该打CS 还有刚刚开 第一次执行结果是零 再一次执行还是零 不过中间的过程比较一样 还是零 奇怪他一直给我零 我希望他不要零 他这次一直给我零 但是有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他执行的不一样 哇 多数都是零 我看一下 为什么 可能 waiter等C waiter不够久 waiter等C waiter等 20 是他 是他太久还是太不久 试试看 目前执行不出来 意思都是零 这个是供应器的 我没有办法强制它 不过 我可以改成加 试试看 不过加好像不会有问题 试试看 中间的过程不一样 到最后都一次 好吧 那就不是 运气好 就知道 那这个上次呢 运气就不错 就知道 不错 OK 有时候 会 那因为 他的执行顺序不一样 所以 就会造成这个问题 那这时候呢 就要用 鎖定 那鎖定 的方式 其实 如果未来各位 上到做一系统课 他会讲到一个叫做monitor monitor 就是那个 监督器 那 C-sharp 其实他就是用monitor的方式做 所以 其实 C-sharp的 block 其实就是用monitor监督器方式 去做鎖定 那鎖定 完结束之后 他会跳台 用monitor 给Z AZ 去跳台 那这是 那这是 我刚是不是抽到这版 解决了竞争章 我搞不好跳台这版 Waste condition lock 我有lock吗 看一下 没有啊 所以我不要跨到这里 那如果你做鎖定的话 他就不会乱掉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 如果我做鎖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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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他整块执行完才会执行另外一个 你会看到他整块执行完才会执行另外一个 因为我做了鎖定 因为我做了鎖定 所以这三个动作 一定会 全部执行完才会做下三个动作 他三个动作变成一体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了鎖定 我鎖定的过程当中 不会被任何人中断 OK 不会被任何想鎖定这个电视的 中断 所以 所以 这个 鎖定会死的 这些动作 一定要 也是完之 看到 都是这个情况 那刚刚稍微 还有交错 而且有不同的方式交错 现在已经 再回到这里 你看 这个就交错 这时候就有副一来 他执行副一都执行不错 现在他一直给我副一 又有一了 OK 刚刚要执行都是零 不知道为什么 运气管 可能要回去保揮一下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 你可以看到 这种 是真的 会碰到的层次问题 那这种层次 就是 到最后你会发现 有一些问题 变得比较 复杂 那他必须要有一些解决方法 那比如说有一个很典型的 问题 而且在 层次设计的 之后上面 就是会用到 在多核心的 CPU 或之类 有 多层次的 环境之下 常常需要生产者 消费者 这样的 解决 这样的问题 你才可以把 讯息有效的 正确的传到对方手上 而且你不定时 产生一些东西 给对方 这个 他已经把它 抽下化成一个叫 生产者消费者 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来 直接看结果 生产者产生7 消费者得到7 生产者产生4 生产者又产生12 消费者得到4 生产者又产生16 又产生1 消费者得到12 生产者产生8 消费者得到16 有没有感觉到 他有点落差 OK 这里产生16 这里 现在才得到16 这里产生12 这里现在才得到12 有点落差 而且不规则 OK 那这种不规则 的落差情况 然后却又要让他 可以合作无间的执行 要怎么做 那 就必须要靠 靠一种称为 耗制的东西 这个 在 作业系统里面 各位的课本都会讲很久 但是 通常都不会失作 我们在这边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生产者消费者的问题 这个是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好 那你会看到他 生产者会不断的产生资料 消费者 会不断的消耗资料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就是 你消费者消耗的资料 一定是生产者产生出来 所以你消费者不可能 提前消耗掉生产者 还没产生出来的资料 OK 所以当生产者 产生4 消费者消耗4 生产者产生1 消费者消耗1 生产者产生3 又产生5 再产生5 然后呢 消费者消耗掉那个3 生产者产生10 再产生11 消费者消耗掉 消耗掉刚刚的5 再消耗掉 生产者又产生1 消费者就消耗掉 刚刚的10 那这个是不规则的 但最后呢 消费者会把 所有的消耗方 来结束 这种程式呢 就必须要靠 耗质 Stample 里面 它会有 这里 像 Wait 1 它物价 有这个变数的 Wait 1 然后 物价 Mintels Wait 1 然后最后 Mintels 这叫号 Release 掉 示范 然后统统都Release 那这个是生产者的层次 生产者的层次 你会看到它是个 迴圈 而且 你也可以让它变无穷迴圈 但是我们这边是有穷的 就是 就是 产生到某个程度 碰到 它 产生出来 一旦是零的时候就停 那 消费者呢 就是 一直到 渠道零 就停 所以这个层次会停 但是它还是可以 很精确的 去表示那个问题 有兴趣的话 之后你再 碰到 作业系统的课程 不会是我教的 应该 不会是 可能是那个 冯老师教的 那如果你那时候听不懂 请你回来再看一下 这个 了解 好 那 可能 那边可能会花很多时间 但是我们担心 各位可能会完全 离不懂 所以呢 最后 我希望干脆 就用八分钟 把 这一张结束电话 那 所以刚刚的行程 我们已经看了 很深入 锁地 竞争情况 凭借区间 然后整个样子解决 整个样子处理 那这些都是 形成管理的问题 那接下来是 记忆体管理 记忆体管理 像是 C原就有美露克 有浓利 那个 里面用美露克和浓利 通常代表 你没有很好的了解蜥蜴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malloc 可能一次要分配一大块 如果你小小一块一直malloc的话 它会非常伤害蜥蜴的效果 而且很可能会导致你蜥蜴的稳定性变得很差 好,那记忆体分配的策略 如果作为系统要支援这种 支援这种记忆体分配策略的话呢 通常会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最先符合板 从一开始找到第一个符合的就分配给它 第二种是下一个符合板 就是从上次停的点开始搜寻 足够大的分配给它 另外一次最佳符合板 就是从头到尾搜寻一遍 可以找到最接近的那个区块大墙分配给它 或最差符合板就是 把最大的那块来 拿来分配给它剩下的再继续留着 那这种当然最差符合板 其实应该不太好 最佳符合板其实也很难 从头到尾都要找变 那花的时间很久 但是呢 其实它很容易把东西切得很碎 那下一个符合板比较好用一点 最先符合板也不太好 因为它每次都从头开始涨 所以前面都很碎 后面都没用到 水也不太好 所以当记忆体不足的时候呢 那就麻烦了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直接回报错误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用垃圾收集法 或记忆体聚集法 那记忆体聚集现在是没有什么用的 垃圾收集法有什么用 直接回报错误的方法是 是有的 像思义员 思义员 你如果使用那种 调整过的没用的函数 有除错功能的 它就会回报错误 但是大部分的是原始 直接放掉或产生错误 或者是进入不可预知的情况 根本就不会回报错误 那Java的话呢 就会用垃圾收集法 C Sharp也会用垃圾收集法 去收集垃圾 什么叫垃圾 就是那个已经分配的记忆体 但是呢 一小块小块的 然后没办法使用 那垃圾收集法已经用掉 但是我怎么知道它已经用掉 搞不好它还在用吗 我要确定它没有被用 我才可以把它回收 这个垃圾收集法 C Sharp和回软单内都有用 那再来记忆体除了刚刚所讲的那个 NPay的问题以外 还会有记忆体管理单元这个问题 这个记忆体管理单元是用来提升 分比等层次的执行比例 比如说本来我可能只能执行三个层次 但是有个记忆体管理单元我可以同时执行八个层次 或十个层次或100 那这些呢 就是会提升你多功能的能力 那常见的NPay的 记忆体管理单元有重定位占成器 记忆体界限占成器分段表参分页表参分页表参 这之后你作业系统都还会加 那重定位占成器呢就是 各位请你回想一下 在CPU0之前我们介绍组合员和机器码的时候 我的定值方式是不是都相对于VC 那如果不相对于VC 我可以相对于别的吗 那如果我要相对于别的 那就有问题了啊 那我编码的时候它 它要有五个层次同时执行 这个层次不可能被载到0 每一个都被载到0的地方吗 那如果它不是被载到0 我用绝对定值的话会怎么样 绝对定值就从0开始变 就是用那个 不是用相对于VC的方式 用绝对定值 从0开始变的方式 那如果我 五个层次都要执行 不可能五个都放在0 那怎么办 这时候要搭配一个硬品 叫重定位占成器 那它会帮你就说 不管你载到哪里 它有一个base 让你重定位 事实上呢 你载到1030 可是对你程式而言呢 它会加上这个base 永远都加这个base 所以它就可以定位到 定位到 比如说你载到1030 那它位置呢 是相对用0s100 0s100 那就是16进位的100 那加上这个16进位的212 那这时候呢 加起来是312 对不对 这312是你的逻辑位置 是你的逻辑位置 但是呢 有人重定位在你的机能 真实位置会定位到1030 加312 那就是E312 那就是E312 所以你虽然 你的程式虽然被载入到这里 但是它可以正确执行 也不用再去说修改 机器码也不用修改 就可以载入执行 这是最简单的能力 因为用重定位再能积 那再来的话就是用机体界线再能积 就是你即使做了重定位 那万一你去存取超过你这个层次范围的东西呢 那会发生什么事 骇客就可以用这一招来侵入你的系统 他写一个程式让你执行嘛 结果呢 他去存取你的作业系统里面的东西 你有办法防他吗 有了 要怕被硬体 那被硬体我用记忆体界线再存起 然后呢 在程式载入的时候 他就分配好 你只能存取这一块空间 包含你的程式码位置 和你所分配掉的记忆体的区块 剩下的你都不能存取 这样的话 作为系统就把你锁定了 你没有办法做坏 那这是机体界线再能积 再来的话呢 是用分段表 分段表 那 他会有一个表 然后呢 他每一个区段都放在不同地方 但是你可以正确定到位置 再来是用分页表 然后把记忆体切成同样大小的一块一块 然后去做 这部分我们先快看过 然后下礼拜再来回顾一下 那另外呢 还有分段分页 这个作业系统都会交 档案和输出录 这里主要就是驱动程式整线 那驱动程式 那档案系统 会有目录和档案 这个各位都知道 那linux里面 那个windows里面 档案系统稍微有点不一样 微软的windows里面只有符号连结 就是 就是那个 捷径 但是他没有所谓的硬连结 就是让两个东西都知道同一个档案 那捷径其实并不是真的跟另外一个共用档案 那档案系统下面就是磁碟 磁碟硬碟或软碟 或记忆档 那这种就会有磁区的问题 磁区怎么管理 磁区怎么样组织起来 变成档案 磁区的组织 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率 怎么样才能省空间 那输出录系统 要怎么样子连结到档案系统 或怎么样用硬碟 来变成一个档案系统 那这些呢 都不需要经过包装 需要驱动程式 驱动程式怎么运作 这个下礼拜再说 Cleanx也是下礼拜再做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边 到这边下课 感谢观看